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比性吧 就比如说比如我唱的如果拿单论唱功来说的话 那跟我同届的人 比如说跟我同一届比快男的宁华语 然后我觉得他们唱功可能都单挑出来光凭唱功的话可能都不容易 对 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标准 所以比较我也不知道 我当然不在乎 不 我把自己我把自己定成一个 因为因为因为我觉得我曾经有说过我说 我说我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歌手 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别人眼里说的偶像 也不认为自己是什么 我玩艺术也不代表我是个艺术家 就是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背一个东西给 方主这样的话别人就只知道你是歌手 那就那可能你就没有可能性了 所以但是我觉得 我会很多东西啊 我不一定非要说我做一个东西 我就一定是这个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大师 其实我不一定要这样 对 小青肉 你说谁小孩子吗 Tel Boys 是吗 Tel Boys他们很可爱啊 对啊他们人也很好啊 然后 当然接触我们还私下一起打游戏 对 那时候吗 没有啊 因为因为我会的那个游戏 还蛮少有人玩的 然后那天我们在不能投入 因为我有代言 然后 呃 因为那天我们私下 呃 在机场的时候遇到 然后就说打游戏 然后 突然一看 诶 这个游戏你 他就是 是 好像是王 王俊凯 他看到我手机里有一个游戏 然后他说 诶 这个游戏我也有 你会玩啊 然后我说我会啊 然后我想啊 你也会 然后我们就这个 加上他们 他们三个 然后和我们四个人一起就打游戏了 对 特别好玩 卡西先生 然后YU 然后他问的是有没有好好休息 我当然有好好休息 我每天都睡得非常非常非常饱的时候 然后去录音棚录音 然后我的录音师 制作人 他们都不让我早起 他们都说 你睡到晚上再来录音吧 然后就可以录到很晚 放心 我每天都睡得超好的 也吃得超好的 拜拜 拜拜 芒果TV送了我一个电视 但是我没有账号啊 我看什么电影都要收费 你们回去反应一下吧 你给我了 给我贴了好多卡 就是那个什么VIP的卡 我觉得够我用啊 哈哈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演的挺容易的吧 对 其实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可比性吧 就比如说比如我唱的如果拿单论唱功来说的话 那跟我同届的人比如说跟我同一届比快男的宁华语 然后我也觉得他们唱功可能都单挑出来光凭唱功的话可能都不容易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标准的 所以比较我也不知道 我当然不开了这个 不我把自己我把自己定成一个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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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曾经有说过我说 我说我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歌手 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别人眼里说的偶像 也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我玩艺术也不代表我是个艺术家 就是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被一个东西给框住 这样的话别人就只知道你是歌手 那就那可能你就没有可能性了 所以但是我觉得我会很多东西啊 我不一定非要说我做一个东西 我就一定是这个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大师 其实我不一定要这样对 小青肉 小青肉 您说谁小孩子吗 Tier Boys 是吗 Tier Boys他们很可爱啊 对啊他们人也很好啊 然后 有没有接触我 当然接触我 我们还私下一起打游戏 对 有没有接触吗 没有啊 因为因为我会的那个游戏 还蛮少有人玩的 然后那天我们在不能投入 因为我有代言 然后 呃 因为那天我们私下 呃 在机场的时候遇到 然后就说打游戏 然后突然一看 诶这个游戏你 他就是 是 好像是王 王俊凯吧 他看到我手机里有一个游戏 然后他说 诶这个游戏我也有 你会玩啊 然后我说我会啊 然后我想啊你也会 然后我们就四个人 加上他们 他们三个 然后和我们四个人一起就打游戏了 对 特别好玩 卡西先生 然后YU 然后他问的是有没有好好休息 我当然有好好休息 我每天都睡得非常非常非常饱的时候 然后去录音棚录音 然后我的录音师制作人 他们都不让我早起 他们都说你睡到晚上再来录音吧 然后就可以录到很晚 放心我每天都睡超好的 也吃的超好的 拜拜 芒果TV送了我一个电视 但是我没有账号啊 我看什么电影都要收费 你们回去反映一下 你给我了 给我提了好多卡 就是那个什么VIP的卡 我觉得够我用 哈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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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